租客回話 語氣聽得出心神畏懼 黑男子陪同房東現身租屋處 詮釋為了這段影片 租客被排下 二月七號現身頂樓 畫面中他正要翻牆回 自己的宿舍大樓 不過就是這個舉動引發後續糾紛 原來上方是租客宿舍 旁邊這個較低的是鄰居大樓 租客有一天上頂樓看風景 以為旁邊也是同一棟 直到被房東叫下樓 才知道誤闖民宅 房東越說越不耐煩 不過租客指控在這之前 已經被逼簽下本票 事發一週之後租客當著鄰居的面致歉 對方也說下次別再這樣 再隔一週房東找上門 說鄰居要求一萬六千元來蓋圍牆 不然不和解雙方沒有共識 租客二十四號也被趕出租屋處 明明付了租金卻無家可歸 引起爭議的公寓大樓 專門出租給派遣公司的外縣市員工 租客從南部北上工作 卻因為到頂樓散心遭索賠一萬六 工作錢還沒賺到 先被逼簽下本票 北漂生活成了噩夢 三星期文章一節 許惠美 討厭什麼